路口红灯车辆全部禁止 正是画面右边出现一辆机车直线奔驰 似乎完全没有刹车 撞进超商落地玻璃窗 巨大声响让停在带转区的骑士跟乘客 吓了好大一跳 换个角度看到机车连人带车 直直冲撞破落地玻璃窗 那瞬间连过马路的路人都转头看 消防对货报抵达 看到老翁整个人卡在玻璃落地窗里面 手扶着摩托车等待救援 车祸发生在九号下午接近两点钟 八十岁的流姓老翁 骑车撞破超商玻璃橱窗 他没有酒驾 原因是他头晕 超商地面出来收拾 扫除满地玻璃 机车失控超商无辜被撞 清算损失 恐怕对老翁来说是一笔大树木 记得赖冠章 台湾的报道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